政府在2023年12月12日公佈了香港主要運輸基建發展藍圖 看來是一個比較認真的將來的交通規劃 所以今天就大致介紹這份文章 大家好,問吉台台獎 之前政策一年差不多講一兩次交通規劃 好清明的說得 他又不是說得很認真的樣子 大概整張圖就算了 今次有一份76頁的文件出來 不過就在想,難道政府終於開始交通發展大計? 所以這集就來看看政府想做什麼運輸發展大計 至於這份報告有什麼隱言我們就不看了 話說這集的內容可能跟之前做過的一集叫施政報告高度重跌 因為我真的有提過這些東西 首先在報告第一個主要介紹的就是之前說過三鐵三路的優化科案 換言之其實是重提一次正式納入文件中的 這條鐵路就由現在準備動工的洪水橋站開始 驚亭新發展區的夏川站 不知道要來做什麼是劉浮山站 再跨過後海灣到深圳的口岸到前海 先不說後面的深圳段 夏川因為是服務新發展區所以都可以的 至於劉浮山站因為它的生涯大直比較高 所以都不建議發展區 至於還有一個接駁去深圳的口岸 是美常不可的 那邊聲稱發展潛力大 所以長來也是考慮的 不過就不急 進入2046之前都應該沒有大的需求 第二條鐵路是之前有一個很奇怪的樣子的中鐵線 路線由錦田錦上路站 經新的全景圍站 這個全景圍站同時是跟延長後的荃灣線做轉車站 然後就在尼牧樹附近 石蔭石梨一帶各設一個站 最後就直接接到九龍塘站 轉到東鐵和觀塘線 之前我覺得它很奇怪的點 就是這樣會令到東鐵的過海更加滿載 不過現在就想一下 接去九龍塘也比接駁去車站好 至少可以分流到斷馬線 斷馬線主要是走九龍西的鐵路分流 現在就可以再加賣館堂市 跟東鐵一起分流 或者可以拖東鐵落水 我之前沒有反對 但我還是覺得九龍塘站 空間不夠交流市 所以我建議跟之前一樣 在東九龍線那一集 跟東九龍線合併 不讓新的東西走落 再加上另一條新南北走廊去過海 可以分擔東鐵市的過海閣略 避免新界西洋人都用在東鐵過海 或者可以再提出一個方案 即是九龍塘之後 再經九龍塘站 然後去宋王台站 轉田馬線 然後去長龍灣站 然後再經完看南馬頭站 然後過海接到北角 或者浙魚沖 可以讓新界的東西乘客 更加方便去港島東一大 也不用失敗這條東鐵線 寫了 我看出來越多方案 另外全培充了三個站位 除了全景圍站 不知道會不會有上次被強烈反對之外 其餘那兩站都很贊成 沒有意見 第三條鐵路是將軍澳線的康城段延長 去將軍澳的137區 即是現在堆田區的位置 即是當地會建住宅區 就為他們提供交通 而且也肯定了 是由現在的康城站延伸出去 就是重建一個新的康城站 鐵路就會伸出這個海藏去轉彎 其實有沒有位置轉彎 也不是 192 之前我也提出一個問題 就是現在康城站有很多人 再加上站可能受不了 報告說提升了信號系統 或加上車之後 足以應付需求 雖然現在班次未到其他市區才有密 但是因為 寶林站只有一邊月台 所以令班次不密 我建議都是延長觀塘市的康城站 和137區 不過之前有觀眾提到車站結構問題 教育觀塘線延伸不到 所以可能要政府研究一下 會不會有其他解決方法 例如不停將軍澳站 不經問題是將軍澳站的地基出事 兜過將軍澳站就行了 反正我不是土木工程的專家 坦白說 如果有辦法的話 我唯有想過生日方案 但我覺得至少兩邊支線 都應該要有4分鐘一班車 按照文件次序 三鐵三路邊三鐵路 之後就是三條公路 第一條是北都公路 由天水維市中心開始 經錦田北、尤潭尾、六美、洲頭、洛馬州、古墳北 苦地爭近羅湖 去到鄉月圍公路 首先不得不遲 這條公路有一點迂迴 為了連接北部都區入住的尤潭尾 和古墳北就這樣 然後連接各個新發展區 就很合理 所以沒有意見 最好去到沙頭角公路 和鄉月圍公路的位置 就可以接上沙頭角公路 做雙線的高速公路更加好 加速去沙頭角車程的時間 再加上發展沙頭角關後 方便去延田區 第二條公路就是沙田耀道 新路就改由星沙公路 九龍油口近尾孤開始 京城門隧道直上碗窯 再去大埔北加護處 之前我建議的山田耀道 是由沙田區開始的 連接的隧道 都是尖山隧道當成碎 而現在的新方便選擇直接 不用用現有隧道摸落 加其量稅負擔 其實是比我建議的方案更好 不過 他都來到沙田這麼遠 還可否用沙田來命名呢? 還是沙田區耀道 好像很可以的 另外就是跟我的建議一樣 可以交斷牛股嶺隧道 分流這個粉嶺公路有時是塞車問題 但比我更快的方式去古洞 皇宮後岸 有機會跟鐵路共建隧道 將後面一條鐵路再移場去 第三條公路就是張均路油塘隧道 簡稱張油隧道 由這條景嶺的上德附近的 張均澳中堡開始 連接去大閨觀塘妖道 東水一大 方便張均澳去九龍東 廣獨東一大 我記得在張南隧道一集有說過 如果你再不好解決車狼問題 隨時建立第三條張均澳水道 結果講完這句沒多久 其實是講張均澳水道 看來你應該不打算收回兩條張均澳的收費 另外就是張均澳水道不是連接了東水 中堡香港線的行業 將均澳水道再這樣連接 會不會利用用的人重疊呢? 不過唯有連回公路 免得中間斷了 其實都是一個可行可以接受的方案 三鐵三路之後 就來到新界北新自鎮 北部都匯區的交通規劃 這是特別要開一版的 這一區就要用新的兩鐵一路來連接交通 一路就是前面的北都公路一部分 所以就不介紹了 兩鐵部分就是之前施政報告 北環線延線的更新版 我們看看它改甚麼東西 將一條線拆成兩條線 新的北環線東延方案 將原本的東延線拆開一分為二 觀感算是好過之前的 現在沒有原先那麼兜的 到時候由古洞出發 經路北、虎地坳、敏感度之後 就改直接去平邪站 和另一條鐵路轉成 至於他建議沒有說過有甚麼車站在中間 不過之前建議是一個叫路南站 就可以跟東鐵轉成 這個方案取消了香檸圍段 直接免去平邪 定線比較直接 因為不用在一條鐵路線 免去那麼多的口岸 它建了那麼多口岸 然後又咀回到一條鐵路上 就收取分裸作用了 這個部分是好過的 亦與我之前新執至走廊 北遍兩線交會有點相似 只要這條鐵路 叫做新界東北線 由鄉月圍出發 經打鼓嶺平邪 和黃球山去粉嶺站轉東鐵線 跟上次師兄報告建議 以及我那條南北線是相似的 不過這條線的終點就是粉嶺 雖然不是安樂村 至少不用走一大段路轉成 但終點上在粉嶺也有問題 就是我覺得東鐵線開於粉嶺站 已經濕爆了 大埔沙原區劃成最大的宣家 所以跟之前打鼓嶺線的宅約 建議這條線直到市區 或者走到沙田繞道 共建了一條路軌 直到南邊去到禮之角 九龍西 避免東鐵突然多個鼓動 山下東北 中鐵線的人流碎在一起 九龍塘那裡就一定爆了 可能粉嶺也爆了 不計交以周田海計劃的話 從鐵框拿差不多差不多了 然後政府將幾條 智慧綠色集體運輸系統的物體 都塞入了這份報告 唉 都不要改那麼長名了 由於政府的命名又長又廢 上次雲巴一集都說了 不是你說智慧綠色 你就很聰明還不好 所以今集我暫時用著輕便鐵路 或者輕營鐵路來介紹這部份 首先報告都說了 他們研究是參考雲巴、自軌、巴士快速公交 實際上後面的兩樣東西都在馬路上行走 亦都會佔用路面空間 所以加上各個議員都好像有意無意 他們說雲巴很適合香港 所以政府內部決定要用雲巴 由於他們未有實際公佈 都是叫做輕營鐵路 目前規劃有三條輕營鐵路 就會建立的 分別就是山上的東九龍線 泰德和洪水橋下川 東九龍線就由彩虹出發 經過彩雲、順安、瘦莫平、寶達 以上都是高價路段 然後再用隧道形式摺到山上的遊堂 泰德線就由泰德站一直跑到尾的遊輪馬頭附近 洪水橋下川就是類似大西伯興鐵路 有幾條線營運 連至洪水橋下川、樓房山台、元朗南無發展區 還有的建議 其實在東九龍線上找到我那兩集中介紹 可以找到兩條影片來看 我大概在這裏看一看 東九龍線建議用重鐵營運 也可以跟中鐵、北環連接 之前他不是說 東九龍線太深,很難起的 今次報告他就說 因為乘客用得多時間往返地面和月台 就較時間增加了 但他沒有提到技術困難 所以我就理解成他 技術上其實是可以的 所以確定應該用重鐵營運 至於上落問題 只要參考這些深入地底的車站 例如廣大、利東、高速升降機上落便可以 反映我自己的內部消息 有一個車站規劃是連扶手電梯都沒有的 只是用升降機連接車站月台 另外一個方案就是 東九龍和泰特連乘同一條環線營運 都可以的 可以等兩條車的乘客都可以接到觀塘線和屯馬線 泰特的部分就跟上次雲巴那集說的 可以移場去茶果嶺、油塘 雖然服務了茶果嶺的新樓 以及等兩種站都有地鐵站 就不用將收到城塞 而塞去台北的泰特站轉乘了 之後就是在洪水橋下村 上次雲巴姐說了幾句 因為區內部收到輕鐵 將輕鐵接入台北系統 令全區都有共同的鐵路系統 由於令新發展區被孤立 於是去舊發展區再轉車 整合在一起就比較好 很多聲音都說輕鐵好的死廢 好的死衰 佔用路面的空間都很同意 所以新發展區的輕鐵 可以用高價或全地底的形式營運 就可以減低對路面的影響 壞著成本高了 佔用空間又多了 新發展區來說都可以的 不順利影響很大 除了以上整合大型機械項目 還有一些蝙蝠沒有那麼多的項目 首先有屯門藍園線 去屯門碼頭 東沖線而是去東沖西 再加一個東沖東斬 再加一個小蠔灣斬 我真的很擔心 東沖線的雲力會不會不夠頂住 尤其是列車不夠 還有路段跟機場發展告擁 搞到斑池有限制 還有一條公路 跟北大宜山公路平衡 叫做大宜山P1公路 應付小蠔灣的新增人口 個人建議新公路 可能坐在更直接的路段 去港島的更加實際 要不然平衡路段很蠢 很浪費資源 港島區方面 我們就有南港島線西段 他們就說 這條線重鐵營運 就不太行 可能研究其他系統取代 不過這樣 他們有研究過重鐵嗎 不是一直在研究中型鐵路方案嗎 是否用中型鐵路和南港線一樣 其他還有還未提及的 例如員工的中九紅礦線 沙田城瑞台青沙連 去城河東的T4駐港島 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蓋 還有在東鐵新增一個科學園站 或者叫白石角站 這我沒有意見的說了很久了 主要報告別又提到北港島線 例如港島線信號提升 加了班次 所以就沒有迫切性去起北港島線 反正我不相信 不如你可以下去 今中下午繁忙時間 向茶花方向 看看要多少班車才能上車 上次我乘搭的紀錄是三班 為何第三班呢 是因為吉車才能清潔 而且它已經是極密車 一走已經有車到 我建議你至少把東充線材 那裡示現去匯展站 將匯展站做三線傳承 最後就是交易周人公島 或名日大園 好像未研究完 他還在研究中 所以這集就不說了 完 各位可以找回名日大園 一集做參考 坦白說 這份基建運輸藍圖 個人覺得不算太差了 不過冬鐵承受得太多了 所以每個人都會推回我的新十字走廊 分流下東鐵流量 另外見有一些議員說 這份文件更不輕難 我可否認 北面的規劃是比較多的 因為北面多新發展區 政府的想法 當然是優先發展 之新發展區的交通 也很合理 尤其是北面比較近內地 不發展不得發展藍 離開嗎? 不行的 最後呢 我就很期望 這份發展藍圖 十年之後 希望不知有多少可以兌現 希望大部分都可以 有期待可以不走數 適數完成 今集到這裏 喜歡可以按一讚 訂閱和留言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